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MAT学业 我们来继续学习Zigbee大型项目 在上一段课,我们主要讲一下 我们的一些IO的这种接生器 还包括这种中断的一些接生器 并且编写了我们的第一个这种 关于IO操作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下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来 做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实验的这么一个模块 其实这个模块也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 因为它涉及到这种中断的这样的程序的编写 那么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主要打到效果 其实就是在按键的在按键下后 就会产生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中断 在中断的程序中心中来改变这种LED的这种灯的亮灭的这样的 这样的状态 实际上这个模块是 刚才说了它是比较有价值的 因为在一个系统上要提高这种效果 大多数条件下需要用到这样的中断 但是在比较浮的这种软件当中的中断的这种调试 是比较麻烦的 比如我们在接收数据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种接收这种这个笔的这种数据包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样的中断 很有可能有数据进来 而且中断上且没有产生或者是 没有产生或者是中断产生了 但是软件系统就是由于这种中断程序 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那么导致这种系统刺激了 当然这里还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奇怪的问题 那么这里就不一起做列挤了 所以总之一句话就是中断处理程序 对我们未来在做项目的时候是比较有价值的 因为它需要我们可能需要 设计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编程的技巧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块 来体现这种就是这样一个编写这种中断的 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一个框架和过程 那么但是这里有很多方法 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理会 首先我们在这里的话和我们前面一样 也需要做这些头的这些定义 还有包括这些数据例行的这些定义 这里当然还有这种就是这些我们在刚前面都已经讲过 就是这个REDE还有还有这种按键SE的这么一些定义 那么这个是一个延时函数 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它了 那么下面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初始化这个ID 便当给ID成为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是下面这个函数是初始化这个按键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函数 因为这就知道底外部中断的这种配置 如果这里配置不中确就不可 就也许可能就不会有这种中断的发生 因为我们把批钉口的一号银角作为这种外部的中断 所以我们要设置它的它的它的中断死能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要设置这种上升银的这种触发中断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缔造我们之前讲过的这种激增器 激增器的话那么就是这里的话就是引起批钉口的这种中断 下面的话我们就像这是一个中断的这种标志位 我们是需要在我们初始化的时候是需要把它清零的 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比较重要 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很多人会遗忘这一步 就是一定要其他的设置完了 然后才打开它的这个中断 那么下面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中断的处理程序 首先我们需要一块这样的中断向量的一指声明这么一块区域 实际上就是中断处理程序了 为了此其执行提高这种效力 那么需要专门分配这么一块空间 那么在编译的时候那么编译器就知道 这一块空间是基本上不需要做优化的 那么中断处理程序需要使用这种保留字 就是Intel Inupt作为声明我们这个是一个中断的处理程序 那么在我们的中断处理程序里面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对它做一个延时 目的是消除这种电路上的一些抖动 下面的话实际上就是直接起起反 来改变我们的一滴灯的状态 那么下面的其实是比较关键的 那么这里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忽视 就是一定要清掉这个中断的标志 就是等到再来一次外部触发中断前 否则又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中断的这种嵌讨 下面的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主函数 实际上它基本上就是给它 初始化了这种LED和按键后 那么就会进入这样一个循环 循环里面实际上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这当然就是一个 就是系统的等待一个外部的这么一个中断的发生 然后在中断的程序处理完 那么就会就是产生这种LED的 这种传说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还是和先要把这个模块编译 那么编译完了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程序 程序写到我们的设备当中 看看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按一个键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灯 实际上是在交替的 LED的吧 实际上交替的闪烁 那么这样就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这样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编译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 是 谢谢大家